好 儘管新竹縣長楊文科 今天態度看起來很坦然 但是疑似涉貪案的細節一一被揭露出來 也正式進入到司法程序 尤其去年6月到去年的2月 封易的建案風采渦林工地 5度下線 但是每一次新竹縣府的處理態度都被質疑 是重重拿起又輕輕放下 難道真的是楊文科在包庇嗎 更多的細節我們將時間交給 《鏡週刊》資深司法記者林俊宏 其實從我們的圖表裡面來回顧 早從2022年的6月開始 也是前年6月 到這個2023年去年的4月間 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面 新竹縣就已經發生了5次的天坑事件 最離譜的是第一次發生的時候 當時的附近這個大樓 三車層樓高的工地旁邊的大樓 它居然呈現波浪狀 讓附近的居民可以說整個嚇壞了 怕自己的家裡整個會坍塌倒閉 隔了一個月沒想到縣政府才說 我要要求這個廠商下令他停工 要裁罰 沒想到又發生了一個更大的一個天坑 這回不但是建商嚇到 附近居民嚇到 全國老百姓都注意到 原來新竹科學園區附近那麼多的工程師 住的這個竹北這個目前這個竹北縣 竹北市它的房價從過去的幾十萬整個飆漲到 七八十萬甚至到最近的百萬 原來他們的施工品質公共工程安全 居然是爛到如此的離譜 沒想到新竹縣政府緊急處理以後 隔了一個月一樣照常出現天坑 廠商就算在隔年的一月附近 對這個附近的地址做緊急的灌漿 派來了水泥車緊急做連續壁 灌漿的補土施工 沒想到去年的四月更離譜的是 居然發生了特斯拉 就活生生的掉入了天坑 這也讓全國的老百姓更看到 新竹縣政府恐怕官商糾結的利益 跟建商之間的關係 究竟是怎麼樣的關係 外界也看得一頭霧水 也由於這整個狀況實在太過離譜了 其實後來這個引起了檢調的高度注意 所以調查局後來跟新竹地檢署 在去年的9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檢方指揮了大批的新竹縣調站幹員 迅速的搜索了新竹縣政府的公務處 將當時公務處的一個處長 江良淵深壓禁見獲准 相當離譜的是 江良淵他的錢居然多到離譜 從他的辦公室裡面 收到了裡面一張小小的筆記本 這個筆記本裡面居然記載了 有如百官行訴 他藏錢居然錢藏在哪裡 他錢就藏在他台中的老家 錢連這個洗衣機的水管 冰箱書櫃衣櫃抽屜全藏 以他一個公務員居然就藏了上千萬元 沒有想到檢調就懷疑說這個收出了千萬元 也收出了廠商的內帳 懷疑背後有更大的一個共犯 甚至是淫污者 沒有想到就在今年的2月29號 地檢署馬上指揮這個 吊喀局北濟站 換了另外一組人進來 以回馬槍的方式 整個可以說立刻傾巢而出 政府高層有不可告人的一個祕密 後來也就將這個縣長楊文科 以貪污制罪條例的突立罪 50萬元交保後傳 後續也就如滾雪球 案情也就不斷的擴大當中